大批民眾檢查清單 折好衣服在裝進箱子裡 以色列老百姓正在收集 來自各界的捐助 為可能的作戰準備 物資箱上還有小孩寫的字條 為士兵加油打氣 不過現在傳出 以軍可能改變戰術 不一定打地面戰 美國軍事專家分析 由於哈馬斯大部分活動 都在地底下 以軍想要入侵 一定需要更多情資 不能盲目進攻 另外還有上百名以色列人質 在哈馬斯手裡 讓進攻行動變得更加複雜 美國總統拜登也認為 現在不是展開地面戰的好時機 軍事專家認為 如果以軍真的要進攻加薩 只能一點一滴慢慢打 先從哈馬斯的神秘地道 開始下手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下載TVBS新聞